一般的原主他们遇到问题过后 你知道他们讲的吗 问专家啦 问朋友啦 过后用药来医啦 其实它是治标 它没有治真正的源头的 所以他们太完美主义了 看到一个叶子被咬也不能了 所以他们都要很完美 每一个东西都OK的 完美了他们才可以放手 最后搞到没完没了 越来越忙 如果碰到其他的难题 就是今晚我们要讲的 他们也是问专家 问朋友 过后 哎呀 见一步走一步咯 最后什么 只有一个问题罢了 很多我们看到的原主 到底是要放弃 还是撑下去 所以如果你是在这一边的话 等一下有可能我们给你的概念 我们看过很多原主 怎么解决那个问题 有可能你从今晚的这一些分享 你就会发觉到 哦 原来不难解决的 到底要怎么思考 要怎么去想 当你遇到那个难题的时候 榴莲呢 问题呢 就好像我们科学中置的原主 当他们有榴莲问题 他们其他难题的时候 他们会参考大数据的案例 就好像今天 今天你就来参考我们大数据的案例 就是人家怎样解决的 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其实你很辛苦 什么痛 什么苦 都自己知道不了 其实真的有多少个人 明白你 人业真的这样好做吗 如果有人点拖你 带领你就好做 但是很可惜 你问你自己的心 你多少的朋友 真心的帮你呢 其实我发觉到 马来西亚的拢友有一个 我们华人自己很不好的 很自私 每一次都不肯分享 所以我们呢 就是带头 每一次把所有的秘密 所有种植的秘密 放在网上 希望给各位一个参考 给你们一个灯 可以去真正的 给你们找到一个希望 这个是我们很想的 我们不是厉害 我们只是因为看多了 所以我们才有一些数据 案例 才可以跟你分享 我们希望说 每一个圆主加入我们科学种植的 你不要再完美主义 其实大自然是不完美的 还有虫会咬的 还有菌会感染 但是只是不原种的话 你就放人家一马咯 害虫它才是要生存的 如果害虫全部都给虫药 全部杀死了 在整个食物链里面 那个要吃害虫了 要怎样 它们不是没有东西吃吗 所以我们每次都教育我们的科学种植的原主 不要完美主义 有一些叶子被感染 被咬 不用紧 因为就当做回馈 给这一个 我们的大自然 如果有一些榴莲被一两只 松鼠 猴子吃了 不用紧 它们也是要吃饭的 对不对 所以每次我就讲 要参加我们科学种植的原主 你要看开 我们要做到我们的榴莲有一天 天生天阳 所以其他的问题的话 也可以解决的 所以今天呢 你会看到 有不同不同的角度 我们会有八个角度 去解决 普通原主都会面对的 几首问题 会搞到可能 它们要放弃的 一些问题 但是首先 我们就参考一下 一点点 上个星期我们的分 如果你要知道详情 关系到感染和征兆的 你要回去看我的 第十集 第十 我们讲到的是 流言的黄叶 烂叶 烂果 孤芝 树岛 烧把尾 这些长一边 但是很多原主都只是 依那个征兆 他们没有把真正的源头 有可能是 肥料 过量 药 毒 光 营养不良 虫害 这些 他们没有把他的源头 解决 所以最后的时候呢 搞到真的是 越搞越糟 我们上个星期也讲到了 很多害虫 有17种害虫 你至少你知道 那个害虫的样子是怎样 你遇到它的时候 你才知道 哦 这个是好的 这个是不好的 不会乱乱来 菌呢 你也要知道 哪一个菌 是怎样的样子的 这样你才知道啊 或者人为的 有一些不是害虫 也不是菌 这你自己跑出来的 要怎样解决 所以呢 这一个呢 第十集那边呢 可能真的可以帮到你 因为 我发觉到很多源头 把征兆当作疾病来医的 最后 越滚越大 最后 一发 不可思认 搞到整个榴莲树 中了几十年死掉 其实真的很可怜 这一个呢 是关系到榴莲的问题 现在呢 我们今天探讨了 就是这一个 从来没有人 在榴莲界里面 分享过的答题 为什么人没有人分享 因为他们只是 自己的一个源 他们就算 一百个 一千一个 一万个 还是你自己一个源 但是 你要讲到难题呢 你一定要参考大数据 很多个国家 我们 如果了解我们呢 我们一个产品呢 可以把六十个国家 一个产品不了 所以我们通常呢 我们呢 都是参考这些源 到底他们遇到了 什么问题 过后呢 怎样解决 最主要的问题呢 我们呢 其实 把它分成 好像资金的问题呀 币点的问题呀 股东的问题 这个是其中一个 还有一些是什么 要种榴莲呢 还是要种其他的短期收益 可以赚一些钱 第三呢 理念和定位 你到底是要走有机呢 还是有时候放荣耀呢 或者跟科学重置法呢 过后 你到底是要卖国呢 还是要卖巴呢 还是要个人退休呢 第四个问题呢 通常很 很这个了 很一区是令到一些 原主不能进步的 因为他们没有学习的管道 他们是都学一点 西学一点 最后呢 全部都 搞到 全部都不能 过后呢 有一些是什么 有功能的问题 但是他们 不知道怎样解决 搞到原主要自己 早上做到晚上 每天 黑 白天也做 黑夜也做 回到的时候啊 个人的休闲事件 和亲子关系 都没有了的 值得吗 其实 过后呢 我们就讲到的 就是有一些问题 就是他们会 不知道技术是怎样 病重害解决 工具怎样 病重害那个 我上个星期已经 讲了的 OK 那过后 第七那边呢 是讲到天使地利 他们想把天气 和地的杀伤力 降到最低 过后呢 有一些跟邻居吵架 所以搞到啊 哇 有一些邻居啊 会 block就那个保留路啊 他们连进吧 都不能的 所以 所以你有看到吗 从来没有人分享过 这样的主题 过后呢 有一些说 他们担心市场 价格 或者下游工业 以后我们应该做什么 因为榴莲只能保存几天 他们到底要怎样 过后呢 有时候他们觉得 很自己孤军作战的 他们很喜欢 跟一大堆的园主 一起去跟着一个方向 大方向 但是很多园主都 各自为政 不跟你谈的 他们有很多的秘密 不想跟你分享 所以我们今天呢 我们从这十个角 这个问题里面 演说出 我们把它归类成八个 所以我今天晚上分享 会依照这八个 第一个 健康的定位 很多园主 他们对榴莲 健不健康 一个八 健不健康的定位 都很模糊 所以为什么 他们会 很大的问题 因为他们不知道 什么叫做健康 OK 第二呢 天气和病虫害的问题 第三呢 我们会是工人的问题 我们会研究 怎样把一个工人提升 或者你不需要这么依赖工人 OK 过后呢 邻居的问题 邻居也是其中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所以要怎样解决 跟邻居的纠纷 而解决的邻居的纠纷 过后有什么好处的 过后呢 资金 股东 和伙伴 这个也是很重要 到底你 你够资金吗 有时候 有一些人真的不知道到底 要投入多少资金呢 这个是我在第八课的时候 我有分享过资金 我有详细的解释 到底流年要投资多少 买房大概多少钱 买工具多少钱 做物质多少钱 拉水泡多少钱 全部拉电多少钱 坐马路多少钱 全部都有了 OK 但是很多人呢 都复裂了这一个资金的问题 他们以为说 不用紧啦 买了过后有多少 不是进多少了 最后搞到他的巴 乱七八糟 股东到底要不要 请人家购书 或者伙伴 伙伴是 我在很多地方 我都看到 就是说 有可能你是 买了一个巴 你巴不大会雇 你没有技术 所以你叫人家 来帮手 那个人呢 他说 你不要说我资金 我在里面种香蕉 种不瓜 过后呢 他帮你管理你的流年 到底好不好呢 等一下我就会 分享 这一个项目了 你要有一个学习的管道 让你继续有知识 还有新的讯息 还有一个就是工具 到底你需要 怎么样的工具 而普通的援阻 有什么工具 而科学重置的援阻 有什么工具 还有一个很重要 安全和管理 很多人都副列了 安全和管理 安全管理很重要 我跟你讲 我经过很多的巴 我发生过很多次的意外 是真的 我发生很多次意外 有一些是什么 我踩到洞 整个人跌倒 眼镜都跌坏 有几次人家 在看到我这个 zoom的时候 在分享的时候 都看到我 这边包一个 这边包一个 你看有几集 我是包着的 被我跌倒 所以有一些是什么 还没有看到 我被水质咬的时候 水质整个脚都是 哇 扒起来的时候 很多洞 其实 我在想 我久久去看 一个扒一次 我的那些园主不是很可怜 整天都 被水质咬 被大蚂蚓咬 你们有试过 被大蚂蚓咬吗 那个很大吃的 哇 咬上去 好像火烧了一种 其实你知道吗 对于一个园 一个安全的管理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但是很可惜 没有人去分享 和去点破 其实应该怎么 怎么做 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 这八个 你听了过后 我告诉你 你将会 明天的时候 你去到你的八的时候 你将会 以完全一个新的誓言 去看你的八 其实你会 爱上你的八 当你做到 这八点的时候 你会 觉得这个呢 就是我 最大的一个 归宿 最大的 满足感 OK 好 我们先讲 第一个 健康的定位 很多 农友 他是这样的 他觉得 施肥 和放效素 就是 一切 没有了 其实这个很符合 我们 以前的 比较老一辈的 他们会觉得说 我养一个孩子 我给你吃饭 就够了 你不要跟我想 不三不四 吃饭 吃饱 养你大 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 其实很多园主 现在我发觉到 其实他们 对于植物的 一个 榴梁树的 看法 就好像以前 我们比较老一辈 那种 他对我们 这种后辈 看法 我养你 饱 就可以了 你不要跟我讲 其他的 就是这样 所以你给你的 就是 施肥 消失 就是一切了的 哪里还有什么 疑乐 你的心灵上的 创伤 没有管的 对不对 总之 养你 饱 就可以了 过后 他们觉得 药 就可以 杀虫 杀菌 除草 但是不会伤害 树的 他们的想法 是这样的 而且 他们也不会伤害 自己的健康 而且他们觉得 药可以带给树 健康 因为他们 喷了 过后 这个叶子的问题 没有了 他们也不会觉得 有副作用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 在森林里面的树桶 长了几千年 没有施药 没有施肥 没有浇水 它可以长得这么大 又健康 你的流年树 为什么 它几年 就越来越衰老 中到满身病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问题 你知道吗 很多人 他们以为药 可以给他们树健康 过后最早的是什么 我跟你讲 有时候我看到一些 盐酒 第一次去的时候 在我要解释 科学 种植给他听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问他 有没有放药 他说有啊 他就给我看几颗 一颗两颗 他的整个巴 有可能 五百颗 他才有几颗染病 你知道他做法是什么吗 全部五百颗都碰 这个农药 我就问他 为什么 他说 预防 那我就问他 你可不可以说 整个家 你有十个人 只有你一个人头痛 你就叫其他九个人 也是止痛药 来预防 他说 傻的吗 你哪里会这样做 他说 你就是在这样做 你知道吗 你给那些药 给那些健康的素 迟早他都不健康 所以你明白吗 为什么你的巴会搞到这样 其实 你的健康的定位 到底是怎样的 他们觉得 如果素 他喷喷喷喷 药好了 就停止 全部 除了放肥 因为什么 好像我跟你讲 比较老一辈的思想 就觉得 还是要给你吃饭 所以他继续给那个树 有肥料 其他的频道完 因为他们觉得 吃饱就够了的 这个就是他们的健康的定位 我们科学终致的是什么 讲求不同层次 给树健康 这个呢 现代人呢 听了就懂 所以我有时候啊 我们其实我们公司 由1981年开始解释的时候 我告诉你啊 很多老一辈的猿主都把我们淡走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个什么叫做不同层次 给吃健康 你看我解释给你听啊 肥 其实就是米饭 就是我们吃的饭来的 吃得饱吗 如果你只是吃饭 吃菜 吃鱼在家里吃 吃得饱吗 OK啦 可以健康吗 可以 化肥呢 其实就是快餐 fast food 快餐来的 它可以饱吗 可以 你是炸鸡看 能不能饱 能饱的健康吗 很多人说 不健康 所以肥料和化肥 都可以当作是一餐 给你的植物吃 所以过后呢 要怎样才得到健康呢 酵素呢 就是营养餐 好像吃很多人 早上吃麦片啊 一些饱 但是它给你健康的 微量元素呢 就是维他命 它是不饱的 好像维他命C啊 维他命A啊 很多人吃吗 不饱的 但是它健康 但是还有一个关键 在为什么我们一个产品 可以打五六十个国家 因为我们做的 全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 就是这一个 我们的两菌 就是保健品 它是疫苗 它是抵抗力 它是预防的 OK 所以 你要健康 真正的健康 强壮 是不是要有 保健品呢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吗 现在 在我们新一代的人 我们都觉得说 吃饭 吃快餐 吃营养餐 它就不够了 还是要吃一些保健品 还是就好像打疫苗 为什么要去打疫苗 我们可以把重症减低啊 我们可以预防去重啊 我们可以提升 我们的抵抗 大家都明白了的 这个不是要解释的 但是在三四十年前的人 他们不懂 但是现在 你已经开始懂了 保健品呢 是不是吃一天就够了 很多人说 嗯 要吃三个月才好像有效呢 这样 过后呢 它的抵抗力一强 它以后 它就不担心了 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不同层次 给素健康 所以我们是 专注在 粮菌 这个部分 药呢 我们会不会被 我们的科学重症的原主 有没有用 有 药是紧急的 紧急时刻才用的 但是它不能给素健康 它也不能做预防 但是紧急的时候要用 就好像 有时候我们去拜访 一些原主 它的素给那个 菌感染得很严重 还是要用药的 但是呢 它们一用药了过后 它们呢 不会担心 因为呢 我们的粮菌 在泥土里面 会把那个药的副作用 把它化解掉 所以它们不用担心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要足够阳光啊 才有健康啊 所以你看到吗 阳光如果不够 它的光活作用不够 就好像阳光是什么 比喻给普通的人 就好像云冬那样 流汗 也是要的 所以你要给你一个 素的健康 你就当作是我们的人生 怎样吃米饭 营养餐 维他命 保健品 运动 过后紧急时候 会不会生病 会有可能会生病 吃药咯 就是这样 当你有一个概念 你就不会说 把你的素搞到 不知道怎样去复合你啊 OK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的角度 健康的定位 所以呢 米饭 营养 维他命和保健品 是持久的 它并不是一次过 好了就 不要了的 就好像我们现在打疫苗 我们哪里有中呢 对不对 那个新冠肺炎 我们打疫苗是什么 我们也是健康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要打 因为我们知道 他可以做一个 预防的作用 为什么很多人 在他们一生里面 他们一定要买保险 因为他们知道 到到紧急的时候 再买 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一定要做一种 持久的一个预防 OK 第二个很重要的角度 就是天气和病虫 很多园主 他们呢 一般的园主 他们是这样的 看天吃饭 我听的太多了 他们跟我们讲什么 最近天气不好 风大雨大 花全部掉了 他们就没有去想到 其实还有别的原因了 他们只能 每次都是怪天怪地 就是不怪自己 因为他们不学习 我们已经讲到 有时候声音都没有了 其实 花果成果率 好像我们在 教我们菲律宾的 澳洲的 台湾的 中国的朋友 怎么种植榴莲的话 他们的成果率 90% 就是100朵花 有90朵会成 最后他们在90朵里面 慢慢选 一些不要的 不好的 比较小的 比较不好的 这样慢慢拿掉 最后人家的成果率 是50例 马来西亚的成果率 是这样的 100朵花 只有5朵 可以成榴莲 这5朵里面 还要选一些不好 最后选的 没有什么 有可能1粒 2粒 100朵里面才有2粒 人家是100朵里面 最后有50粒 单单啊 那个收果那边 我们都输人家 一大戒了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教外国 比较简单吗 因为外国人 他们不懂流言 他们是一张白纸来的 我们叫他做什么 科学重置 你要这样跟 跟 SOP是这样的 他们就跟着 但是马来西亚 有太多的人 太多的意见 马来西亚人 一直以为自己很会种榴莲 其实 种榴莲 并不是你的树多美 并不是你多会修枝 是取决于 最后那个果 有多少粒啊 但是马来西亚人 每一次都是说 我要跟这个大师学 怎样起香 这个什么 怎样排水 什么 其实 最终的是什么 到底有没有一个 大数据 教你怎么 最后可以收到 最多的果 并不是好像 很多Facebook 一直分享 这个标牙 那个标 其实马来西亚 你知道吗 我听过 马来西亚很多农友 他在科学重置 要接受的时候 他邀请我过去的时候 他跟我讲 我讲的一个东西 很重要 就是一个理念 他不喜欢美 就只是人家讲 标牙标牙标 标牙过后 要做什么 其实 其实理念就是 可以带领 走完整个路途 当他走完了过后 你就是那个专家了的 你就是那个大师 他已经明白 每一个步骤 为什么要这样做 很多我们在马来西亚 农友 都是梗着的 他们都不明白 那个原理的 所以好像 有病重害 他们就碰药 过后看到人家 榴莲 小课的时候 围四边的窝黑网 他就梗着 有野草 就喷除草剂 或者是 买几段 不同地点的 八剪低 天气的威胁 马来西亚人 很久要玩 买八的 但是呢 每次买一个 东西一个 其实到底 他怎样雇 其实你知道吗 刚刚有跟你分享 科学重置的 关系 叫天气和病虫 有可能 你真的会 吓到一条 我们讲求的是 梁郡 还有科学重置法 我们在我们的科学重置里面呢 我们有两个部分很重要 一个就是一个产品 叫做梁郡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技术 叫做科学重置法 这两个配合起来 就是最完美的一个配搭 我们的梁郡呢 我们是做什么 其实是保护你的植物的根 它提升抵抗力 还有抓土 抓住那个泥土 给它比较稳 我们的梁郡呢 可以出很多的二氧化碳 它可以提高成果率 还有产量 这些如果你要知道 我们的报告是怎样做的 你就看我的第三集 讲到大数据了 我们有解释 每一个 包括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好像跟印尼的大学啊 或者跟泰国的啊 怎么样去做的这一种研究的 OK 在这边今天我就没有讲过 怎样去supporting document 我们就说支持的那个文件 我就没有讲了 OK 我们的梁郡呢 还可以疏软硬化的泥土 让你的泥土可以通风通气通水 所以这个呢 就做到了荣有的第一个原则 就是叫什么 就是先制土 你种什么才OK的 OK 我们的梁郡呢 也可以咬碎肥料和营养 撞树 还有省钱啊 你知道我最近这样忙了 你知道我今天呢 就是我们连续了 很多很多店啊 都在外面见很多很多的援助 为什么啊 因为肥料起价了 他们说 听说你的梁郡呢 用了过后啊 我的肥料只是用 10%罢了 对不对 我说对啊 这样你的梁郡 其实都不用钱 我省肥料90%的钱 早就可以 买你很多的梁郡了咯 我说其实就是对 因为你们一向来 都没有发觉到 其实 你们每次放的肥料 你的植物都吸收不到完的 其实你的植物 最多吸收10%罢了 还有90%都浪费掉 但是我们的梁郡 可以咬碎它 也可以去 泥土那边就把 所有的维他命啊 营养全部咬碎 给你的榴莲的根 去吸收 其实你更省钱了 所以过后呢 我们的梁郡又可以解毒 又可以杀死那些坏菌 在泥土里面 因为你看不到嘛 你讲杀 每次很多人看的 龙有看的是植物上面的 就是说黄月啊 固植啊 他看不到泥土怎么搞的 但是我们的梁郡 可以进去里面 杀死那个坏菌 还有我们的梁郡 可以驱走那些坏虫 特别是那个繁殖利 你知道吗 我上次讲的 那个上个星期 讲的那个芝麻 亚虫啊 它很可爱的 你知道吗 它是蚂蚁背着它 去上去里面 把你的叶子全部吸到 干干里面的汁 所以你的叶子就会 好像皱皱这样 所以我教很多了 这一个啊 那天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园主 我真的给他看到 那个蚂蚁和亚虫 亚虫很小的 青青色了 它在那个蚂蚁的背后 所以好像骑马那样的 所以蚂蚁带它上去 过后呢 那个亚虫就细细啊 那个蚂蚁很可爱的 它就打打打 它的屁股给它大便 它的大便出来 就是糖分 所以蚂蚁就吃它的大便 所以它们是狼狈为奸的 所以很多时候 这些亚虫啊 它们很会生的咯 它们呢 一个月可以生八千个baby 八千个baby 在一个月之内 又生八千个baby 这样你怎样跟它比呢 它反正力这样强 所以你只有做什么 用我们科学的方式 去把它取走 你用农药有没有用啊 你喷喷喷 等下它躲在旁边的野草 或者个壁的巴 等下那个农药一过期 又再过来 又伤树 又没效 OK 所以我们的这一个粮菌呢 也可以减低那个伤口 还有消炎的作用 而我们的科学重制法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教你怎样挡风 那个树 种什么树来挡风呢 这个我在第二课已经解释了 OK 它是减少风害 过后呢 我们会教你修枝和去顶 它集中营养和减少雷劈啊 很多人呢 树都被雷劈掉就死掉了 他们其实都不知道 其实可以一个方式叫去顶 但是呢 我再强调啊 很多人听到我这一个修枝和去顶 这一个课程 在三个月的时候 过后他们就自己去修枝和去顶 但是幸好我有讲 我说 如果你没有我的两菌 不足够抵抗力 就好像一个老人家 他们去开刀 如果他抵抗力不够 或者他比较老了 他去开刀啊 会有生命的危险啊 真的很多棵树都死了 所以很多时候你要记得 我现在跟你分享的东西 其实我的基础就是 你有用良菌 你有用我们的科学 种植杀了的 你不要自己去试 如果你没有用的 OK 所以呢 除了减少雷劈 减少风害 我们的良菌保护根那边 也抓住那个泥土 稳稳 这样抓 所以有一些人问我 为什么不可以起香 如果起香你的根 就像我有我的良菌 他抓的方式是这样抓 往下抓 而不是往横抓吗 哪一个比较稳 所以我们的科学 科学种植法 就是来纠正 那些一路来 做错的一些方式 我们用科学和逻辑 而且我们科学 科学种植法里面 我们还把每一个巴 有放一些庶民的 方便我们管理 或者以后要验那个泥土 我们要治理那个源头了 不然以后的时候 你就算你的 你是我们的科学政治法的元主 你说我有一棵树 有问题 怎样报告 我们有一个树牌 每一个树都有一个名字的 你就拍那个树的牌 树的状况 WhatsApp给我们 我们每一个元主 都有一个独立的群组的 因为方便我们 在紧急的时候 你可以报告 对不对 不然的话 紧急的时候 你要报告给谁 如果你是助力的 我们至少 我们可以告诉你 应该要怎么做 我们的科学种植法 也很强调 抗病的流连 还有地图 就是说减少软病的机会 如果你的树 整天都是找到 给那个助心虫去搞它 树里面都心都空了 怪不得了 天气风一刮 完蛋 大雨完蛋 所以很多时候 其实为什么我要讲 那一刻 说有很多很多 榴莲的品种 其中一些品种 它是可以抗病的 它不会种病的 而且有一些品种 它的树木比较硬的 那个虫不咬的 咬不进去 咬的牙齿会断的 那一种的 所以科学种植法 就是告诉你 要把你的圆 种不同的榴莲 才可以减低 那一个天气的伤害 过后呢 还有就是 除草 排水 还有养天笛 上个七集有来听的 其中一个最可怕的 这个害虫就是 那个蝗虫 蝗虫是最可怕的 一来的时候 整个树都可以吃掉 好像那个天鹅 也是一样 所以呢 我们通常呢 都鼓励什么 你可以养一些鸡 鸭子 所以他们是天敌 他们可以吃这些了 过后为什么 除草那边呢 我们没有叫给大草 因为很多榴莲的疾病 为什么会给你的树 比较脆弱 或者给那个树干 给那些虫 猪到啊 很容易倒 一跨风就倒 是因为你的草 除得太干净了的 其实那个草 需要一点点的 不然呢 那个雨一下 很大的时候 很大的雨一下 动到地上 反弹上了的水啊 它会把疾病带去你的树啊 这个我在上一课已经讲了的 所以除草是对的 但是不要除了太干净的人家 还去罢 你知道吗 不需要罢了 OK 课程 科学中之法很讲究课程 你看我们每一个星期都有一个课程 而且每一个课程都没有重复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到底有多少东西你要学嘛 而且这个就是免费课程的嘛 对不对 你学对你有什么坏呢 对不对 你可以提高警戒 就是好像你知道病从害是怎样 这样你就知道怎样去解决 你至少要认得你的敌人是谁 对不对 过后呢好像开花是要经过干旱 所以每次我们都讲 如果人不浇水就不浇水咯 为什么 因为你的树你要慢慢顺便给它 习惯了哦 如果你太浇身灌养它 每一次一两天没有下雨就浇水 这样它宠坏了 你知道吗 我们研究了 在澳洲的时候 在一个报告了 我们研究到一个油人树要开花 它最少要十多天干旱的天气它才可以开花 所以你看这些就是科学 并不是说 突然间雨啊停了过后啊天气好啊 其实不是了 我们也研究到当天的气温要降多少度 潮湿在空气里面要多少度 这个就是科学 全部都有数据的 OK 所以呢 当你听了课程过后 你还可以知道你的榴莲的存活力 会不会死 有一些呢 我们就干脆跟你讲 哦 这个植物不能了 你挖起来 因为它的根捲了 我不下去了 或者这个树 要不要去救回它 有时候我都跟你讲 你会在外面看到有很多很多的那些肥料 酵素啊或者特别的那些秘方 可以听到整个树又在有叶子灰了 有时候我可以跟你讲 人家讲了 如果真的是 义饭的塞友 你知道吗 有听过这句广东话吗 就是说 义好了也浪费 你的那个药钱 不值得 很多时候 它因为 它已经是病入膏肝 你救回它的话 它最后它的成果率不高的 你浪费你的时间罢了 OK 所以我们会告诉你成果率 而且你可以提升果成果率 还有你的出入 你应该怎么做 才可以真正的卖好 你的成本可以回来 不然呢 你知道吗 四年过后 我可以跟你讲 很多人卖猫山王和黑吃 因为我见了很多猿主 都是猫山王的黑吃 但是最后 我们成功地改变他们的思想 他们说 哦对对对 不能哦 全部都是猫山王的黑吃 因为非常的危险 很简单的 就好像一个餐馆 如果你每一次去这个餐馆 它只看出名牌的鱼 还有虾 但是它没有卖饭 它没有卖菜 它也没有卖蛋 也没有卖饮料 你只能吃鱼和虾 这个餐馆你会去吗 至于好吃也是不能啊 为什么 因为只有两个选择 虽然这个是主菜 但是 你没有那些 点缀啊 那些配角啊 也是要的啊 所以呢 当你了解到 榴莲有多少种 而 你觉得以后的市场会多少种 这样你就把它的危险力 分开罢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是其中一个课程 所以你看了吗 我们科学重置法 加上梁俊 比 普通农友的 看天吃饭 理所 还有的比吗 单单这一边 罢了 已经有很多很多的 强点了 在我们科学重置法 配我们的两句 工人 是第三个 很重要的一款 很多 原主 每次叫他的工人 去 种榴莲 还要种很多短期收益 一直种一直种 过后呢 密密麻麻的 他们不管的 到底方不方便做工的 最多的收获 可以给我最多的钱就对了了 很多原主是这样想的哦 过后呢 工人的健康啊 第X位啊 X位就是不知道 第几 总之 不会在第一位了 第二位了 不重要了 工人的健康 自己顾自己 我给工钱了嘛 他们会用尽工人做每一个时候 每一分钟都要用完 还有施肥啊 除草啊 碰药啊 做酵素啊 挖泥啊 种树啊 收成啊 浇水啊 拔牙 就是新的牙 全部都拔到完啊 修吃啊 打山猪猴子和松鼠都有啊 所以你看到你的工人 其实 是极辛苦的 你知道吗 过后呢 固定薪水 啊 这个就是很多原主 他们原主还讲什么 给这个 给多了 有千多块了 好吃懒做 哎呦 人家做的其实东西满多了 其实从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如果你是工人啊 你肯做嘛 你要 离乡背景 住在这一个烂屋子里面 什么都没有 又面临这样多东西 要做这样多东西 没有架齐 什么都没有 你肯做嘛 将心比心啊 对不对 所以你看啊 我们每一次讲到工人这一边 很多流人员 原主就问我 我到底应该怎样做呢 我就问他 你有没有工人 他说有一两个 OK可以 一两个可以种油棉 如果没有工人 自己做呢 你种油棕好 为什么 因为油棕不需要这样做打理的工作 油棉需要 所以 各位原主 如果你在那里听的时候 你真的没有工人啊 你种油棕好 少问题 少工人 如果 你有很多个工人 你才好动那些短期的收益 就是说好像香蕉啊 木瓜 特别是辣椒啊 这种啊 如果你没有很多工人 你全会不好动 因为这个很麻烦 很多原主就是没有考虑的这个 东中一个 西中一个 一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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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搞到两头不到岸 因为他们没有想到工人短缺的问题 最后搞到自己的流连也顾不好 因为什么 没有空啊 其实 过后呢 工人的问题 其实 你要解决 如果你真的没有什么工人 你应该开始 要做一个机械化 就是说 要有一些 机器 进来 帮助你的工人 这样他才可以 用最少的人工 去做最多的问题 过后呢 你最好在你整个园里面 我看过有一些园主 他跨园马路 就是他有一条路 把整个园切成一半的 这个很好 为什么 因为你至少你的工人 不用爬山越岭 我看过有一些 哇 他要爬的 背着那个20L的水桶 其实你背得起 你不要说 你工人强壮 我跟你讲 你背这样的上山下山 你都脚软 你强壮也是会累的 你知道吗 我上次我遇到一个园主 他真的没有跨园马路 他的工人每一次都要 爬上爬下 背转的20L 他大概 一个园里面 有两三百颗的流盐 他每一次 碰我的粮菌 大概需要 30桶 就是说你的工人 要去他的那个小屋子那边 拿水 走 半公里 过后等下 又碰碰碰碰 碰到10颗 过后又再去拿水 又再爬 拿来拿去 一直爬来爬去 我告诉你嘛 一个多群力的工人 都给你搞到没有力 所以跨原马路 非常重要 而且你要在对的地方 放那个大水桶 至少是好像1000L的 500L 最没有 那个200L的OK吧 200L才几十块 那个蓝桶 你要放一些水桶 在那边 就算你不肯 不肯 这个投资在 跨原马路 其实跨原马路 我不是叫你做 我是说 做一些 放一些 那个 给车可以走 简单的罢了 OK 但是如果你说 我把一条路 把整个圆切一半 这个叫跨原马路 另外一个再切一半 好像一个十字架 这样 更好 因为你的工人 从那个马路那边 他走 他简单 过后 在每一个角落 放一个水桶 他更加容易去到 再以后 你买一个 它就更简单 可以拉进去喷 它喷得快 你也是好吧 对不对 但是我看过很多 圆主都没有这样做 这几个圆主 我其实很欣赏他们 做了跨原马路 特别是那些有斜坡的 OK 他们做得非常的好 他的很多圆主 他的马路是在一边 就是整个斜坡 他只有一边 那这边怎么去呢 他每一次 那个工人都要走路 他没有跨中间的 其实我看过一些圆主 我很欣赏 他牺牲到中间 一排的流连 就是为了做这个跨原的马路 而且 功能